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moji 今天呢,我们要回来玩秘密知识 那我们就直接从上个进度开始 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到了一个 那个洋馆的地方,就是那个人 他就问问我们要不要回到村子 那我那时候选择了回到村子 以为说可以得到好结局 结果没想到 母亲居然变了一个样 不知道为什么 那所以应该还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故事后续吧 那我们接下来 赶快来探索一下吧 啊,怎么会这样 什么 诶,又没有写字诶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你害的 不管那何事,都是你害的 神发怒了 臭魔女,给我以死谢罪 成为人助吧 跑掉了 这是梦吗 是梦吗 是梦吗 怎么回事 是啊,肯定是梦没有错 理解得很好呢 那个人 你不是很想回来吗 回到有母亲的村子在 不对 那只是一场梦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不是杀死了母亲 既然如此 你母亲怎么可能还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 这是梦哦 虽然 无法醒来就是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所以 那个妈妈是 但是你也真可怕呢 居然能一边隐藏自己对母亲的强烈震恨 又一边摆出完全不以为意的神社 但是有隐瞒的人 不只是只有你 你的母亲 肯定在和你生活的一起时 也有隐藏起来的心事吧 隐藏的心事 反正也不过是 讨厌我和震恨我之类的 像是那种感觉的事而已吧 那些事 我早就很明白了 这么说来 那个可 诶,那个怎么可能是妈妈 妈妈每次一看到我 就会发疯 不管是想挖住我的眼睛 或是想扯掉头发 总之最后都是想杀了我 而且 比起那些 她也分不清楚我是谁 每当我靠近时 就会被怒骂 每当触碰 就会叫喊 像那样子的妈妈 真的可能不厌恶哦 的确 可能你被生母 以很糟糕的态度对待了 但是杀了母亲的话 就是罪犯 是亲之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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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不但帮她准备放菜 帮助她洗澡 帮助她乳厕 做药给她服用 还正外看着她的状 她的状况有没有恶化 但是却从来没有得到妈妈的道谢 被责骂 被嫌弃 被嫌弃 被暴力相像的事 倒是有 不管是被村里的孩子们欺负 或是沐浴在大门 大人们的可怕仓话里 我都忍不下了 因为要是还手的话 就无法继续待待下去 从小的时候就 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 每天都过着这种生活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谁知道 可能要你或是母亲死去时 才会结束吧 我有想过 妈妈她 她是不是也想过 这样的痛苦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她是不是也想过 也许只能用那个样子 继续活下去 是不是干脆死掉还比较好 你不是可以问问看吗 我问过了 只是她根本不愿意听我说什么 好 那么现在问也可以吧 然后之前 呃 换一下 之前选择 对 选择 呃 想不想要回到春子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次就选择 不回到春子 看看有什么 不一样的结果吧 那这边的话我就快速跳过 那这边的话我就快速跳过 我只会被他被当作人住 当我变成了人住后 还会再来到这里的吧 我也会变得死的像那个房间里的人们一样吧 是这样的话 我不想回去 而且没有妈妈在的春子 已经无所谓了 怎样都无所谓了 因为已经没有妈妈了 是啊 是啊 妈妈已经不在了 应该 已经死了 我得去见妈妈才行 哦 所以这边 也是还有后续的意思吗 诶 我吓我一跳 啊 最好留意她 因为她想要年长的女人 立刻当她的妈妈 她穿过去了诶 诶 不能过去啊 所以呢 回去 留意她是指留意那个白发少女吗 不要 不要 妈妈 我不要 我不要你 你是谁 我才没有孩子 没有 没有 妈妈 啊 恶魔 白发 红眼睛 魔女 恶魔 被神者 神啊神啊 把这个江伙赶走 赶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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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不愿当我的妈妈 不管是谁 都是这样 说起来被神领的那些人 都是女性了 你 不 没什么 迪雅 不想离开这里吗 离开这里 自从出生之后 我就一直在这里 所以 我不太明白 你是听谁吩咐的吗 我没有妈妈 好寂寞 所以她有爸爸吗 不然她总会知道说 呃 她没有妈妈 因为她说从出生之后 都一直在这里 照理说 照理说 应该是有人跟她讲了什么 所以她才会 一直执着的想要 想要 想要妈妈吗 啊 她变回来了 哦 这是故事后续吗 有一本名为白魔女的书 白魔女化为成修女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她欺骗了人们把教会的捐款葬为己有 是个邪魔外道魔女 然而这样的魔女也因为魔女猎杀而被蛀杀了 信徒们用毒药 假如是水 骗魔女喝了下去 一直以来欺骗人们的魔女 这次反而遭人们欺骗而被杀害了 教会里的人们逃出了魔女的掌控 除了一个孩子以外 其他的人们都受到了保护 而那个孩子在魔女时候便失去了情终 直到最后也不知去向 魔女是吗 魔女拥有很强的力量吧 能够使用魔法之类的 我根本没有那种能力 就只是普通的人类罢了 真的吗 是真的啦 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幸的力量之类的 就算是玩笑话也不有趣哦 讲了一张笔记 龙铁记所需要的材料 有红叶子 呀 啊不 夏枝花 红色液体 花叶液 这是龙铁记的做法 说起来毒药的做法 在我房间书上有写 材料是找 来着 就是 啊 看啦 后面还有 应该还蛮长一段的剧情 秋之花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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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液体 只要只需少量便可置于人死地 不用后会被睡意侵袭并且失亡 并不会感到疼痛或难受 并不是只要不痛苦就好了 并不会死 唉 真是的 真的要做不要吗 我忘记了 要记下来吗 秋之花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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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豕 空瓶欸 好吧 先拿走 白魔女是因為頭髮是白色的嗎 秋之後指的是 我忘記了耶 這是春嗎 秋秋秋 秋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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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紅色的液體 不是 綠色的液體 可是在這裡只有 比較好 沒關係 我們在 看看 可是我們沒有 欸 綠色液體 我們沒有蜘蛛絲啊 有蜘蛛絲嗎 沒有啊 你去前面看看 綠色液體 好 蜘蛛絲 嗯 嗯 這邊蜘蛛絲很多欸 不能拿嗎 不行欸 這就是 那我直接調配看看囉 欸 不行啊 我沒有蜘蛛絲啊 嗯 不要看 我們再看一下 喔 這邊 喔 沒存檔喔 好吧 那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之後 嗯 等 找到所有材料之後 我再回來 好 各位我回來囉 那在這一個 山茶花的這個地方啊 有蜘蛛絲 他說蜘蛛絲在那麼高的地方 之後還提起了之前 有一隻會 嗯 說話的蜘蛛 之後呢 也拿不到蜘蛛絲 呵呵呵呵 之後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天啊 我要卡罐囉 有椅子可以推之類的嗎 不可能把椅子推到這裡啦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都找到蜘蛛絲了 去弄拿 先不要調配 喔 這裡有個木棒 天啊 太過顯眼了 完全看不到 那張蜘蛛網 能不能用這個棒子 纏點下來呢 得到蜘蛛絲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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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搞半天 應該 應該可以調配了吧 這邊 我存個檔好不好 先 我記得是先蜘蛛絲 再來是花 再來是綠色液體 欸 還是不行欸 所以蜘蛛絲 不是比岸花嗎 好吧 我真的忘了蜘蛛絲 是什麼了 好 用雪先看看 呵呵 也不是 也不是 按錯 這是春枝花啊 所以這不可能是 絕對不可能是山嘲花 秋枝花 秋枝花 不會是這個吧 這一個是什麼 鮮牛 這還沒關係 我每一個都給他試試看 呵呵 好吧 他說 呃 紅葉 夏字花 啊 我現在要做龍鐵劑 不是做毒藥啦 我完全 完全被搞混了 呃 紅葉 夏字花 跟紅色液體 花葉 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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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葉 藝 其实我也不明白 你会后悔曾经想把妈妈杀了吗 当后悔了 我真正想过 只要死了的话 不管是我还是妈妈 都会得到解脱 但是在制药的过程中 我渐渐害怕了起来 实际来说 不管是怎么厌恶母亲 还是不想看到母亲被杀掉吧 所以我不管她有没有服下 就逃出去 迷行修的人是自己啊 是啊 比起这些事 你累不累 如果累的话要说 因为你一直离得我有点距离 我搞不清楚呢 我也好好跟着你啦 没事的 是吗 那就好 累 怎么了吗 没什么 说起来还得用其他材料 做另外一种药材行呢 你是要用在哪里 这个吗 我觉得她应该是要拿去容那个吧 那个铁链链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 我们就先玩到这里咯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 中间也卡了不少 不少时间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